跳过是有南云风景的建筑 国家上发带艇顶顶的造型 是不是已经有出国度假的感觉 不过这看起来哪像印尼巴里岛的所在 其实是位置第三顶的餐压力 为了他们吃辣家这些亲家的朋友 在说阿波是绝对不能减的地式 国家上南云风景的建筑和造型 是不是感觉辣家洗碗头衔 但是为了大祖这个所在 在民党会如是花了十一年的时间 找到到精力 11年前就一直有一个梦想 希望回归田园生活 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有空就四处去找 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台中 所以就从头盘家、大坑、草屯、雾峰、兰头、民间 一路上就一直找,找了四年 那忽然之间就有一个缘分 就找到了这里 从中到外国渡到以后 先不要一直希望可以有熟悉和你的餐厅生活 阿波两个为台中找到南岛 最好在第三顶餐历 发现了这些疏忽美景 阿波两个人的情地为好 经常抓很累 也有人笑他们说 但是看到你自己的忙越来越近 看这些辛苦都会计较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体力有点极限 很累回到家都觉得这个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身体了 那到后来一个转念就觉得说想要实现梦想 毕竟是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那到现今已经将近快七年了 现在也变成也不觉得累了 也习惯了 而且今天已经呈现出原本我梦想当中想要的一个样子了 所以其实是很开心的 定名单会如今出 一次是阿波两个付出大量的金钱 时间和体力 虽然不让大家笑说 不过如今阿波两个在这里过到度假的生活 而且坚持着不像亲爱朋友的困惊 接着用猪辱赵博多